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于12月15日在洛杉矶亚太棕櫚大酒店出席造势大会,近2000侨胞热情欢迎,人气爆棚。 李嘉芬于12月6日起访问美国,包括华盛顿、纽约、休士顿、旧金山,最后一站抵达洛杉矶。 造势大会现场,侨胞本高喊韩国瑜加油,气氛热烈。 造势大会后,他拜会了130年历史的传统桥社中华会馆,并向华部的孙中山铜像献花,之后参访华部服务中心,傍晚到佛光山西莱寺献花。 谢谢我们今天总会的我们的荣誉主委,高达哥,还有我们的荣誉总会长,我们的泰哥。 感谢我们的现场,我们的荣誉总,谢谢上次也罗宇来做了非常好的安排,谢谢你们,谢谢我们各位家庭的好朋友,我们的荣誉。 到韩国瑜一直自私恋恋习惯的草包。 刚刚说起海外的华侨会在这一次办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,当时民进党的人其实是吃鱼饮的,他们认为那么远,又不是把一家高点掉,被从台北就踏到高雄,每一个人回来都要花费高盲的机会。 我从郭文贵开始,从菲律宾,从毕尼,从越南,马琳拉,泰国,柬埔寨,一直来到日本,一直来到美国,我们所碰到的,不管是台商,不管是华侨,不会有好多人,我们这台商就会好,所有跟着我们外面团队,每一个人回到半年都会被红。 一点,很多人回到半年都会被红。 我们的路由正起来,我们曾奖宫柬埔寺旨,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韩国瑜 动赛 国瑜 韩国瑜 动赛 动赛 韩国瑜 今天有飞虎队 还有中美融合的制服 是大学的冰箱军 我们要把这个设计 带回去给韩国瑜好不好 好 加油 韩国瑜 超赛 韩国瑜 韩国瑜 动赛 韩国瑜 动赛 韩国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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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赛 动赛 韩国瑜 動赛 動赛 韩国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